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孔太 之前在奥特曼上线前我讲了一期关于烂梗的视频 底下的评论简直是炸开了锅 什么是烂梗什么是好梗又应该如何定义 经过我的反思 我们上期提到梗包括谣言 低俗恶意以及非正面人士的梗 我觉得这些标格烂梗 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 而评论区很多人补充的梗 单独看起来我觉得都蛮正常的 所以有人提出一点 刷的多了都是烂梗 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在无关的地方刷的多了 大家才会觉得烦 终归我们是希望不要让无关弹幕影响了观看体验 所以我就寻思着 可以来盘点一下一些梗的出处 方便大家把它们发到该去的地方 今天的主题是大家最喜欢的迪迦奥特曼 大骨薄成汤 首次出现于迪迦奥特曼国语版第一集 光的继承人21分50秒左右 大骨变成光被形成了大骨薄成汤 而由此也有一些衍生的梗 比如迪迦奥特曼国语版第18集 戈尔赞的反昔16分左右 大骨快回套里 其实宗芳根本不会喝酒 出自迪迦奥特曼国语版第5集 怪兽出没的日子22分20秒左右 本集展现了宗芳副队长的林郑指挥能力 在酒吧 记者找到了端着牛奶的宗芳 他想请宗芳喝杯酒表达敬意 简单聊了两句后 宗芳一口闷了 说一句谢谢便离去了 而就在回去的路上 在此深深地向他们献上一个普通市民的感谢之意 其实宗芳根本不会喝酒 其实宗芳根本不会什么 也成了一个流传开的梗 琳娜下海 对这是个表演 和车祸七侠一样用来收割情怀的 那你要说琳娜到底有没有下过海呢 迪迦奥特曼第十二集 来自深海的SOS21分50秒左右 哎你看下海 坠机二人组 大谷作为奥特曼人间体 坠机就是大谷最喜欢的变身时间 而与大谷搭档的新城 就成了被牺牲的那个点 而这个梗最合适的片段 应该是迪迦奥特曼国语版第十五集 梦幻击走两分十秒左右 这是来自前辈的关爱 或者这是大哥留下的作业 出自迪迦奥特曼第十八集 戈尔赞的反习 迪迦在击败戈尔赞后 将其遗体丢进了火伤口 然后戈尔赞就在戴拿43集复活了 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滑稽的一幕 以前的村子回来了 出自迪迦奥特曼经典单元回 看见了奥比克第十七分 本集讲述的是 时代发展与相绸的故事 由于我们生活于一个 高速城市化的时代 这集也许能够获得最多人的共情 这么没有精神 笑一笑好不好 出自迪迦奥特曼第36集 超越时空的微笑 Bug级怪兽金龙扭曲时间空间 带来了一位几十年前的少女 严瑞在帮助稳定少女情绪时 说了一句 当少女回到过去后 严瑞深入了深深的失落 但随即想起儿时 一位老奶奶也说过同样的话 她在老家乘风的角落 找到了两人相遇的证据 同一句话 超越时间空间 温暖了两个人的心 正如其名 超越时空的微笑 大鼓 屈作你认为对的事 出自我个人在整个 满45集生命永存 在全世界都沉迷于 齐杰拉的花粉中 所有人在大灾难面前 都准备接受安乐死的时候 大鼓在一番苦痛挣扎之后 放下了所有迷茫 该不该违背所有人类的意志 自己有没有资格 承担这个救世主的位置 如此种种通通跑到脑后 生命的意义 同样出自45集 生命永存 超古代幸存下来的人 通过齐杰拉的花粉 得到了永生 但殊不知 永生也代表了终结 生命没有更迭 也没有了进化 如同整个文明的时间 被冻结一般 在迪加打败齐杰拉后 他们也终于解脱于世界 临走之前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脱你的福 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 努力地活完短短的一生 把成果留给后代继承 人类就是如此反复慢慢成长 那一天我也变成了光 迪加大结局 治理辉煌的人 复活迪加的计划 被加坦捷恶打破 但全世界的孩子 活于光芒 使得迪加变成了闪耀形态 这一段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刷就完事了 呃 这一期写着写着 好像从梗科普 变成了名台词科普 不过算了 也算是简单 带大家回顾一下经典剧集 如果你支持空太的梗科普节目 请给我一个三连 哪怕只是点个赞 点赞到5000迅速出下一期 下一期我会好好区分梗和名台词的 那么我是空太 我们下期再见